谢谢主席 我完全理解了 对方最后就是在讲两件事嘛 第一件事他方的斗争手段比较高明 他方是非暴力 我方一定是打砸枪 第二件事情是不对的观点也是观点 因为他终究是个观点 只是我们不认同 我请教一下主席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钻牛角尖 假设马丁路德金 他觉得种族隔离法是一个恶法 他对待他的态度是去反抗他 可是他发现那个法作为一个法条 还是摆在那里 国家暴力机关还在背后 就是法摆在那里这件事情 就叫义法吗 那我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假设我现在手上有一张假币 这张假币和真币长得非常像 它也是薄薄一张纸 这面画着毛爷爷 那面画着人民大会堂 粉红的 像我这种人一看都看不出来真假 可是我说假人民币不是人民币 这句话没有问题吧 因为人民币有一个核心特质 它是法定流通货币 它的核心特质是真 所以我方没有义务要证明说 我方恶法非凡挡住眼睛 看不见 看不见这个法 就是那张币还在这里 可是我可以说它不是钱 它不是人民币 因为它有一个必要条件缺失 这个条件是真 同样的道理 我方证明恶法非法 我方只向大家证明一件事 就是法 被赋予法这个名字的东西 它必须得有一个核心条件 是善 我方只证明到这里 可以吗 可以 好谢谢 我方总结一下斗争策略这件事情 一句话 就是我们这些恶法非法的人 也不傻 就是我斗争一个法 我斗争目的达到就可以了 我不一定要和这个体制对抗到死 苏格拉底的例子什么意思 他在狱中谈话 不停地向他的学生解释的是 雅典城邦的这两条法律 腐化青年 信奉雅典城邦以外的神 这法律我不认同 可是雅典城邦的法治体系 我是认同的 因此我认同那个雅典人民 用民主的方式 投我去死的这个体系 我留下来接受死亡 这是一种对抗 这是在你有机会的时候 你程度不用那么激烈的时候 你就可以对抗 我方的恶法非法 不是只停留在这里 但是这是一种对抗方式 但是我方更进一步的认为 当这个体制本身 也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依然要对抗 我举最极端的例子 美国南北战争 我是北方的废奴主义者 我知道我这个时候提废奴 可能会激化两方的矛盾 甚至引起一场战争 我方的立场是 你依然应该遵守你心中的善 去废奴 而不是为了回避矛盾 就停在那里 这是恶法非法的价值 我方可以不傻地 用聪明的斗争策略 去达到目的 但是我方也愿意坚持到底 而您方的态度是 无论怎样 我先服 无论这个法律多么恶 我先服 我分双方的根本分歧 您方今天根本比错了 恶法非法和恶法义法 您方对我方的批评 您方可以说我方是圣母 但是您不该说我方是报名 因为恶法非法这个词 不是说我们要抗争到底 恶法非法这个词 是告诉我们 法律得对自己有点要求 不是所有有国家暴力机关 背书的东西 不是所有有行政命令下派的东西 不是所有政治权力往下传达的东西 全都配叫做法律 我们今天双方讨论的核心应当是 这个社会的法律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面对法律的时候应该是一种什么态度 我方认为 法律不应该只是一个维系这个社会稳定的工具 我们之所以愿意让度一部分的权力走进这个社会 接受法律的规管 是因为我们相信它是一套好的制度 它能够让我们共同生活的更好 我们和法律的关系 不是这个法律的服从者 而是这个法律的参与者 我们是带着自己 可以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去评判 衡量和改变法律 最后一件事 时代标准 您方说时代多元 我向大家解释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代 讲恶法非法 有的时代 善恶的冲突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在奴隶制度依然存在的时代 南方和北方 这个白人和黑人 他们巨大的利益差距本身 就足以使他们对法律产生截然不同的观点 他们的利益本身就足以驱使他们去改变 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呢 你单独拿任何一条法出来 都看不太清楚善恶 比如说我在美国 你这么厚的一本税法 单独哪一条拿出来都很难说善恶 可是这整个一本税法 一千多页 大部分的人 哪怕我刚刚读完税法的课都理解不了 是一套体系 用法的名义 在为一个阶级的利益维护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思考自己和法律的关系 谢谢